妈,好了好了,不说了,我还要面试呢,我 不好意思啊,把你手机给摔坏了,多少钱我赔给你吧 没事没事,你也不是故意的,我看了没摔坏还能用,我先走了啊,我还有事呢 你好 你好,你是来面试的吧,我是人事部经理,把你简历给我 就这学历,你也还好意思面试啊,谁给你的勇气啊 虽然我学历不高,但是我吃苦耐劳,我可以学习的 学什么学呀,有着功夫还不如把你的黑眼圈折一折,又轻又紫的,跟个鬼一样 大晚上出来能把人吓死 再说了,我们公司可不知道没经验呢,谁也有空天天带你啊,赶紧把人破钱你拿走 幸好走了,学历比我还高,这要来了还有我什么事啊 哎,这么巧啊,面试来面试的吗,怎么样 不太顺利,这儿的人事部经理想我学历太低了 人事部经理 行,你跟我来一趟吧 这位女士,请问我们公司的人事部经理什么时候变成你了 您是 我是这家公司的老板 是杨总啊,杨总好,我刚刚就是给他开个玩笑,我也是来面试的 原来你就是用这种方式排除竞争对手的呀 不过你的运气不太好,遇到了我 不用我多说,你知道该怎么办吧 老板,我可是高学历人才,你就看看吧 文凭就是一张纸,可是人品却值千金 再说,你的学历有他高吗 我们公司不欢迎你这样傻小聪明,不尊重人的员工 慢走不送 不好意思啊,是我们公司管理不够严格,才让这种人混进来,弄虚作假 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就可以来上班 真的吗,谢谢老板 当然是真的,公司欢迎你的加入 不过明天要带我奶奶去看病,可以晚几天再来吗 没问题啊 刚好,我这有点现金 你先拿着吧 不不,杨总,我一天班还没上呢,怎么能收你的钱呢 给你就拿着吧 再说,这钱可不是白白给你的 就算是我给你提前预支的工资了 等把奶奶的病治好了,你再回来,安心工作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帮你了 我给你的糖 我来给你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